去过一次 他说他要同学聚会 我说同学聚会是什么感觉 然后他带我去过一次 挺好玩的 其实叔叔阿姨 你们应该劝他少喝点酒 他以前都不怎么喝酒的 现在的话就是 我感觉哦 他现在都 基本上都喝酒的一样子的 因为他胃不好 他胃不好的话就不能 不能喝酒嘛 因为他经常在外面应酬啊 其实有时候 就作为啊 作为那种 最陌生 就是最熟悉的 陌生人嘛 也是看到 我有时候真的很心疼他的 他可以就是一天 一天不吃饭 忙着啊 麻那 他心情不好是吧 他是烦恼才喝酒 你看 我感觉他现在 烟瘾都越来越大了 因为太孤单了 太孤单了吗 那太孤单的话 所以我也想着这赶紧 就是 你们也可以给他介绍一个 就是 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啊 或者老婆都可以的嘛 我跟他说 他就好像 他把我的话当作 看玩笑一样 我跟他说过几次了 我说你 年纪也不小了 现在应该是要成家 成家了是不是 不要一直忙着赚钱啊 什么的 我跟他说过 我说你赚多少 才是 才 才是个头嘛 是不是 那肯定要是 因为他妈妈的话 他爸爸妈妈 一直想 就是让他 生个孩子 他想 小果了 小果 我不认识小果 是他女朋友 还是什么 我不认识小果 我不认识 现在那个叫什么 那个是不是小果 是不是那个漂亮 就是那个什么 大漂亮那个是不是 小果是他妹妹哦 那有些他们说是 小果是他女朋友 小果结婚了 就我就不懂 所以我跟他说 再多他好像就把我说的话 当做跟他开玩笑一样 其实他真的应该 就要找一个的 大漂亮的妹妹哦 哦 就是现在跟他一起上班 那个的妹妹是吧 哦 小果是大漂亮哦 哦那我懂了 其实我是想着 其实大漂亮也挺好的 我觉得 他 但是他好像就是对人家很凶很凶的样子 其实他应该给那个大漂亮一次机会的是不是 万一 为了他改了呢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孩子应该年纪还小 现在只是不懂事 慢慢慢慢的话 以后也会懂事的 不好吗 为什么 不行 不了解 哦 是我不了解他是不是 你们你们怎么会对大片了这么熟悉呢 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个谁说的是真的 懵了 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 他是很喜欢阿古的 眼神就能看出来的 都熟悉了是不是 哦 你们都认识的是吧 哦 我是不认识的 因为我之前跟他 就是 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 我也没见过他嘛 所以我就不认识他 阿古说的实话是吧 哦 其实 哎呀 其实 因为你们 他一直跟我说 他说 他上次就是 就是好像被 被两个朋友给踢了啊 就被朋友捅了一刀 然后他说 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帮助他的 所以 他一直跟我说 你们都很好很好 你们就像他的 就是他的 爸爸妈妈一样的就是教育他 他跟我说过来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啊 我在这里替他谢谢你们 嗯 就是 以后就是你们多劝劝他 赶紧找一个 赶紧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 要不然他爸爸妈妈真的很呆 很就是一直为他操心的 因为老人家的嘛 毕竟 反正 他妈妈的话 就是一直渴望着他能抱个孙子的那种 所以你们就 劝劝他 希望你们两个复婚 哎 我们两个要是真 如果可以的话啊 我们 刚一开始就不会离婚了 而且我们这个民族的话就是 离了婚之后 没有复婚的 基本上一个都没有的 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了 那是家族的 家族的事情啊 那 那 那是要就是动家族来说的 所以他现在来找我的话 别人看到了都会说闲话的 说的很难听的那种的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 我这边亲戚的话就 看到他就讨厌他的那一种 就觉得 因为我亲戚的话 他们就不知道 他们以为是阿谷不要我的 知道吗 他们以为是阿谷不要我 他把我修了 所以我那些邻居啊 就是对他 因为我跟他们说他们有不相信 知道吗 他们肯定是因为他们是这样想的 觉得阿谷家家庭家庭可以吗 就是家庭好 所以我嫁过去的话啊 那是我的福气 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 就是离婚的话是我提出来的 但是我跟他们说他们不相信 他们他们一直以为是就是 就比如说你们的女儿啊 好像被娘家人有 就是丈夫家有钱 然后丈夫家就嫌弃你了 就把你离 就把你赶出来的那一种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对阿谷的印象不是很好 我跟他们也解释的 也解释 哎呀也不解释不清楚 那嘴巴长在人家那里 什么怎么说的都有 真的 然后他那 他那边老家的人的话 因为我之前有个 他一个堂妹啊 我们两个玩的就挺好的 因为我嫁到他那里的话 他也是我第一个朋友嘛 所以他那边 他那边的亲戚就说 我就是 就是他们就说那种什么 老母鸡不下蛋啊 然后就说 这个女人啊 也是个孤儿 家庭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就是嫁给我阿谷之后 一直也没给他传宠接代 然后 我们就什么什么 多少钱给他修了 什么什么 真的 两边说的都不一样的 所以 我这边亲戚 还有他那边亲戚 现在都是 很懵的状态 他不是个好 小伙 对对 他心很好的 我们两个啊 就是以前 就是还 就结婚没多久啊 的时候啊 就是那些路边啊 路边乞讨的啊 他见到了啊 都会 就是别人睡到路边的 他都会给他钱 然后或者是开 开个房间给他睡的 我都见过好多 他是看到的 包括就是 因为流浪狗啊 流浪猫 我是很喜欢 就养这些的 流浪狗啊 流浪猫 所以他也很喜欢 他也很喜欢 帮助着 他真的很善良 很善良的 之前啊 他就是 就是 他现在啊 他现在的话 还有 还照顾了好多孩子呢 像我这样 像我小时候这样子的 他挺好的 真的 他自己有事没事啊 都会给他们买衣服啊 这样 真的 他太好 虽然啊 我俩不在一起了 但是他真的 我们俩离婚了啊 嗯 我也 我也 我也知道啊 就是别人离婚了之后 就像仇人一样啊 就是恨得死去活来的那种啊 但是我们两个不会的 因为我了解他 他也了解我啊 包括 有时候啊 就我那些邻居啊 说阿姑的坏话 我都有点不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阿姑不是这样子的人 他很好 很好的 然后他们就说 好 还会把你修了吗 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说不清楚 然后 就是因为他真的很好 他很善良 哎 就是所以我就很希望他能好 他能 很好 很好的那种 很好的那种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俩是有感情的 但是我们两个现在没有 不像之前那种情了 现在我 啊不 我们两个都离婚好久了 都快两年 离婚快两年了 我们两个是两年都没见了的 只是偶尔问个好啊 就这样子的 他这次来这里 我都有点好突然 好突然 好尴尬呀 以前我害怕他担心 我知道吗 我觉得他 他之前也给我喝醉了 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几次电话 然后 他又问我过得怎么样 我就骗他说 我之前 我就骗他说 我在深圳 我说我现在啊 做化妆品 做的还可以 怎么怎么的 然后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过来的 然后我就 搞得有点尴尬 因为 我这个是善意的谎言 我不想让他就是为我担心 然后 然后 他前段时间 就是出了一点状况 我都不知道 这几天他自己说的 他跟我说了 我才知道 人天晚上 复婚吧 叔叔阿姨 让我怎样都行啊 复婚的话 如果 我现在有复婚的话 当初我跟他就不离婚了 因为我跟他 我就算 现在跟他复婚了 复婚了之后呢 他出了啥事 他不是被两个股东给踢了 好像 好像 好像被人 好像就是 他现在 就是 公司遇到困难的 那种 他跟我说的 叔叔叔阿姨 我给你们打个比喻啊 就算我现在跟他复婚啊 复婚了之后呢 好 复 复婚 就不听家族的话嘛 就非要跟他复婚 复婚了之后呢 我 万一 万一没有孩子呢 那我不是又耽误人家了吗 因为他心态好了 我不忍心伤害他 知道吗 去医院检查 我去检查过了 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 命中注定吧 试管 试管 试管倒是没试过 但是 嗯不 什么偏方啊 什么叮叮当当 都试过了 都没什么用 他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两个就是因为纠结 这个 因为刚开始的话 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啊 但是毕竟的话 她娶我来 是当儿媳妇的 是不是 那我也一直就是 肚子也没有动静 然后呢 唉 我不想让阿姑为难 知道不 不知道 就是 一说到这个又 乖乖的心情 人家结婚七八年 才有的都有 是不是 然后 我不想 我真真 真的不想耽误她了 我现在希望的是啊 她赶紧找个老婆 然后就 赶紧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包括我以前没理 我就说我们两个不离婚也没关系 我就说让她再娶个小老婆嘛 是不是 我说到时候我帮你们带孩子嘛 好多我都 但是 她说她不想伤害我 她也不会去找 然后呢 我当初我说我们俩不离婚 我说我们俩不离婚也可以 我就说 就让她找一个回来嘛 没关系的 我说到时候你的孩子 我帮你带都可以 然后她可能是害怕伤害到我 她就一直没有找 没有找 然后 一直没有找 然后我想着我在这 我要是啊 不离开的话 她可能 就耽误她一辈子了 然后我就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离婚嘛 然后我就各种 故意气她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前段时间 她没来山上 我们这边的时候 她跟我打电话 我也骗她说 我说我也找了一个 准备 其实我是骗她的 因为我不想 就是 因为只有我有了 她才会就是 放下了之后就 再去找个 找一个啊 过日子的 她现在也不听我的话 不说了 不说这个 搞得人呀 可以 她就 她夹在 我 还有她妈妈的中间 挺累的 我看得出来她挺累的 只是她一直 没有跟我说过嘛 所以 所以 就是你们不要跟她说 就是我养父的弟弟嘛 也就是我的小叔 我小叔就是 嗯 她 她说就是 等我养父生病好了 回来的时候 就带我去相亲 我觉得能行就行嘛 是不是 因为 因为 那个 她 就是给我 我那个相亲对象的话 他们说 有一个儿子 有个女儿 因为他们也知道 我的 我的情况嘛 就觉得好像 就是我不能生育嘛 不能生育的话 就是 就只能给别人 当 小老婆的那种 然后就说 我那个小叔又跟我说 就是 人家有 有 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她说我负责去 我去 就是负责照顾她的孩子 就可以了 然后 我就 想着 哎 我也不想 说实话 我也不想当后妈 然后我在想 我养父好一点 然后我就 还是得回 去 深圳打工 算了 不能去什么 对 我也觉得 因为我觉得 后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而且她 她 她 那个男的都 42岁了 那个男的都 42岁了 好像是个 老师 她 她就是 她因为 她那个 那个老师的话 是 她老婆不在了 所以就想 找一个 老婆 照顾她的孩子 后妈不好当 我也觉得 后妈可能是不好当的 所以我在想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当老师的话 就是已经很优秀的了 毕竟是 闪咔咔嘛 就是有工作 就很牛逼的那种 去来 你会吃亏的 所以我觉得我想自无 我想自由 我想着 我 等我养父好一点了 我就出去打工 然后 待个 两三年 那也赚 赚点钱 回来 然后就 带着他们两个去 旅游 带他们两个去 他们最喜欢去的是 北京 他们想去看一下 那个 北京嘛 故宫啊 那些 我想 带他们去看一下 还有我两个姑姑 把 把就是这些老人家 全部带去 可以复婚 我跟阿谷复婚的话 我只会连累阿谷 知道吗 我就像一个脱油瓶一样的 他能找一个比我更好的 文化 不说其他 哪怕找一个文化高一点嘛 是不是 也可以帮着他 我又什么都不会 智商又不够 所以我想让阿谷找一个更好的 因为阿谷应该是找一个 就是很优秀很优秀的女孩子 去照顾他 而不是我这种 什么都不懂 又帮不了他什么的 关键是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他回来了 聊得这么 聊得 这么聊得开呀 没有 我跟他们聊得都挺好的 都聊些什么呢 哎呀 值不值得喝些吗 我拉肚子 我吃这个 我拉肚子 哎呀 不是我刚吃了太多了 然后混着那个 你很久没吃了 就不适应了 很久没吃了 对 哎呀 拉死我了 他们都说你很好 我很好 我不好 你才好 你赶紧找一个 他们都说支持你 赶紧找一个女孩子 照顾你 哎 算了 是啊 我们都说好了 算了 因为我跟你说 你又不听 我让叔叔阿姨跟你说 叔叔阿姨各个姐姐们说 对不对 叔叔阿姨各个姐姐们是 哎 哎 我不找了 我也 嗯 我也不找 你不找了 你妈妈会着急死的 啊 我 我 早晨 我慌什么呢 对不对 知不见了哥姐姐们 咱不慌 啊 我都已经找好了 找好了吗 嗯 跟你长得一样 哪里的 山上的 你又当我开玩笑 我是跟你认真的 我也认真的讲啊 知不 你看我 我每次跟他好好说正经的话 他就一直要跟我开玩笑 我开什么玩笑了 我这不是说的是实话吗 知不 那是哪里的 那肯定是山上的呀 不然是天上的呀 我真的是服了 他是永远就 我好好正经的跟你说 你也不听 这我不是正经的回答吗 知不 你是不是跟直播间的哥姐姐们聊得特别 特别特别情投意合呀 对 是不是 对吧 嗯 你 就 这样直播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对不对 好玩 要不你自己升起个账号 你该怎么聊就怎么聊呗 你在我 你在我 可以 你在我账号上面夸夸这么一顿 说 说的 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 你这个我也不会弄啊 我都没 我都没手机玩了 对 对不对 直播间的哥姐们 要不给阿佳做一个账号 让他让他自己做个账号 然后 让他自己直播 自己跟你们自己跟他们 就可以聊天 可不可以 那你给我下载一个吗 微信有吧你 微信有 不用下载啊 微信有啊 对 抖音也有吧 对呀 某多某一都有 这不就对了吗 是吧 嗯 可以的对 对 到时候你发一些 你记录生活的事情 我给你下好啊 你记录生活 你在干嘛 问候之后 那他们看得到我吗 这不傻 肯定看得到 就现在都不是看得到吗 不是 那就是我知道啊 就我没有粉丝啊 你没有粉丝啊 对呀 你没有粉丝啊 我 那怎么办呢 你没粉丝 其实我有时候也挺无聊的 一个人在身上 对谁啊 天天对牛弹琴 不是 对羊弹琴 那两百多只羊 你没有粉丝的话 你得 你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愿不愿意当你粉丝啊 那就你问我 我还是三郎 我说话都说不清楚 三郎我不敢 你得问 你得问直播间的哥姐姐吗 直播间的哥姐姐 是说爱吗 愿不愿意当阿嘉的一个粉丝 没有我只是 愿意对不对 你看他们都讲 他们都说 他们都说愿意了 对 愿意 你看 现在基本上 都是你的粉丝 全都是你粉丝了 都没有我的粉丝了 真的吗 那我以后 真的以后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 我真的是 我现在就是 我有一只小狗吧 还有几只小羊 那个小羊妈妈 走了几天也不回来 我一直给她喂那个奶粉啊 就除了他们几个陪我就没有了 是吧 来 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 证明一下行不行 证明一下 是 其实你看 你把我的粉丝都变成你的粉丝了 怎么搞 那我不管了 我们两个的粉丝 因为我们俩不坏的嘛 不坏的就好 不用送礼物啊 直播间的哥姐姐们 不用送礼物 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姐姐们 有没有发现一个点 你们在评论的时候 前面没有那个黄色的马甲格式 对 比如说亲友团呀 隔空团呀 都没有这个格式 直播间的哥姐姐们 愿不愿意就是 不用送礼物 一个礼物不用刷 愿不愿意花一分钱 就在阿古手指的这个地方 加入一下这个粉丝团 行不行 就在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 加入一下粉丝团 就只要一分钱的这个粉丝团 一分钱的这个 一分钱 加入粉丝团了以后呢 等到后面你粉丝团升级 升到了五级或者是六级 好像是评论的话 就不会在这下面滚动了 评论它是直接从这个地方就滑过 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到你们的评论了 对 所以的话 现在这个时间呢 我希望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 动起你们的小手 直播间不用送贵重的礼物 不用送一些 七八十呀 一百多元那些礼物都不用送 现在的话 就花一分钱 就在阿古手指的这个地方 加入一下这个粉丝团 到时候 就是你们一旦评论 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近距离的聊天 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对 不然的话 公平粉丝太多了以后呢 就是看不过来 滚动的太快 所以只有加了这个粉丝团以后 成为我们的粉丝以后呢 加入粉丝团以后呢 才能真真正正的看得到你评论 就从这个地方滑过 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看得到 你们评论的这个 这个评论的这个话了 不在这个地方滚动了 之前都是在这个地方滚动 滚得太快了 对 就是粉丝团 谢谢大家 然后经常来看阿古的直播的话 粉丝团还会持续的升级 他达到了一个等级 比如说达到十级以后呢 就可以加我们的聊天 加我们的这个小微 我们的话就可以聊天 以及要是来到了我们的家乡旅游 也可以找阿家玩 也可以找我玩了 对 只能就是以这个粉丝的这个粉丝团来识别你是中层粉还是真粉还是假粉 对 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识别 真粉的话 为什么呢 那肯定就天天看我们直播了 天天看我们直播的话 他就持续的升级 他一直在一级两级三级四级 甚至现在已经有十几集的都有了 所以的话我们就我们主播的话就可能就是当做这个来认别谁才是真正的粉 看得越久 升级的越快 所以的话非常感谢大家 不用送礼物 要送礼物的话就送一分钱 一分钱不要买礼物 就加入上方黄色的这个地方点开加入粉丝团 谢谢大家 谢谢 阿古的话说完了 话有点多了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然后我接下来我就给 我等下播以后我就给阿家墨 阿家申起个账号 然后的话让他也就是记录一下他在干嘛 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啊 之类的 分享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看行不行 行的话打个行字 然后谢谢加入粉丝团的哥哥姐姐们 你看那么多人 这么这么喜欢我们 你看 现在他们评论的时候 前面就会有这个黄色的这个马甲 就这个黄的是不是 对黄色黄色的这个马甲了 对黄色马甲了以后呢 就非常就第一时间就能认得出来 就是识别的出来 是这样的 对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那欢快的时间 阿家要不再给直播间的哥哥 你们唱一首歌曲 我生意不行 我的一生 你这不是这喜欢唱是什么 来唱一百 唱 给直播间 你这么多哥哥姐姐加入粉丝团了 你不唱 那你就没粉丝了 知道吧 你作为一个 你比如说你要升起账号 你要自己玩的话 你要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带来快乐 带来开心 知道吧 给他们分享你喜欢的歌曲 而且并且还要唱给他们听 这样 哥哥姐姐们才会关注你的 不然的话 谁会关注你吗 对不对 所以的话来接下来就你就唱一首歌 我们不建议 你要有信心自信 知道吧 你觉得你能唱得好 对 来一拜 唱 但是我这样叫声音 声音没事就用你的烟酒嗓来唱 好吧那我就唱 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 在人海茫茫中静静的望着你 陌生又熟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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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息 你 却无法拥抱到你 不行了 不行了 如果转换了时空身分和细密 但愿认得你眼睛 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 身边又怎样放进 你会不会也有千言万语 卖在沉默的梦里 不行了 好好好 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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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之后的我 还是依然在这里 对 我的话肯定在这里 对不对 是吧 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 加入的粉丝团 太给力了 这一波真的是 太给力了 因为之前也没有让大家去加入这个粉丝团 粉丝团 是不是有个什么 对 就前面有黄色 黄色的就是 他评论的时候 他有了这个马甲 马甲 马甲了以后 才会后面出现他的这个网名 所以一目了然了 是这样的 对 所以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得需要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人加入了 对 我今天想让三百个人加入 知不知道哥哥姐姐吗 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再加入个三百个 再加入个两百个 两百位哥哥